嗨 我的声音可怕吗 有一点 来 阿姨今天说的故事是 一口好牙 我觉得我讲的好自立 对 一口好牙 听声声音好像刚来一杯 有没有 真的 然后吃颗花生之类的 都都她和许多小朋友一样 都喜欢吃糖果 可是你们有看到吗 她的牙齿有没有起 几颗 没有牙齿 牙有啦 几颗吗 几颗不耐白 有吗 你干嘛就有了 好棒喔 嘟嘟 大概四颗 四颗 好棒喔 嘟嘟嘴里的嘟嘟她嘴巴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蛀牙 来 她今天吃了点心 结果嘟嘟才吃了一口 就没有 牙齿痛了 怎么办 喝点威士忌 是因为听到她声音吗 牙齿就肿了起来 来 糟糕 不能吃好吃的了 她看着冰淇淋一边看一边难 看着她 然后很难过 因为她吃不到 好 然后妈妈连忙过来安慰她说 嘿 你的牙齿这个样子了 妈妈带你去看医生好不好 你们敢不敢看牙医 不敢 像这种年纪跟牙医都会被绑在台上 所以你们要不要好好刷牙 好 需不需要 要 对不对 会做噩梦了 妈妈 会做噩梦了 到了诊所 牙医很仔细地检查嘟嘟的牙齿 嘟嘟 你想不想要让你的牙齿 有一口洁白的牙齿 每天至少刷两次的牙齿 早上起床一次 晚上睡觉前一次 好 然后刷牙呢 有一个正确的方式 可是我不想用讲的 你们想不想用 我教你们另外一个方式好不好 很简单 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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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 好尴尬喔 配合我一下嘛 好不好 好 舌头 好 OK了 咕嚕咕嚕咕嚕 每天都要两次 有听到吗 如果你真的要牙齿健康的话 记得每天刷牙好不好 好 时间还没到对不对 我已经不知道说什么了 那就来杯威士忌吧 谢谢你跟妈妈 谢谢